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是有關於這個Google的雲端硬碟 事實上這個雲端硬碟只有Google有嗎 沒有對不對 還有很多家 微軟也有 另外像什麼 像各位比較有名的什麼Drawbox啊 對不對 Evynote也有點像 當然比較屬於筆記式的 那其實類似這樣的服務還蠻多的 那麼不管哪一種 你用哪一家其實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個原則就是我們要知道說你怎麼去用它 你如果只把它當作硬碟來用 那就可惜了一點 因為它可以做比較多事情 那Google當然它比較擅長的是什麼 搜尋引擎嘛 對不對 所以在上面當然也可以做搜尋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面除了這個雲端硬碟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好像有不少老師或同仁在 就是自己的檔案 我不知道你都怎麼管理 會不會檔案很多 其實我們平常檔案也蠻多的喔 請問你有沒有備份的習慣 備份 蛤 有的人可能放在隨身檯 這是一種方法 有的人又買了外接式硬碟 對不對 不管你買幾個 辦公室要一個 家裡要不要一個 搞不好有的車上還有嘛 因為車上現在有行車記錄器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放在哪裡你都有一些風險嘛 對不對 而且事實上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跟各位介紹就是說你怎麼樣去做你的檔案的管理 那這檔案管理還包括就是你的系統要不要做備份 檔案很重要 當然沒有錯 但是系統也蠻重要的啊 系統雖然說大部分軟體裡面都有嘛 就是我們可以再另外裝 可是裝要不要時間 也是要 而且大家一定有一個印象就是 我的電腦剛買來的時候都好快喔 但是好像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慢慢的 每況愈下午啊 走下坡 奇怪怎麼越來越慢 為什麼 因為你裝的軟體越來越多 再來就是你的東西越來越多 那這樣當然就效果就比較好 所以有些時候可能真的慢到不行 或甚至有時候是屬於中毒的狀況 有可能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要還原 你可以還原 Windows內建有還原的 但是它還原比較屬於局部式的還原 那如果你要比較完整的還原 我們就有那個檔案備份的那些小軟體可以來用 我想還原到某一個時段 跟你從零開始在做 應該還原到某一個時段 對各位來講 我們損失相對比較少 對不對 我們目的不在於說我買的電腦要多好 而在於說我的工作量能夠順暢 我能接得下去嗎 這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這是我們後面第二個主題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欸對了齁 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應該有不少熟面孔上禮拜有來過嘛 上禮拜忘記跟大家講說那個隔一天就八八節了嘛 所以這個禮拜來過 請冷解 好 那這個 我們的這個簡報是用PREASE做的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就是像一些標題啦 我們都會 就是如果你用打字的可以 但是會有漏字 所以是不是告訴各位用什麼 用圖片的 其實這裡我用另外一個方式給你看齁 一樣是用圖片 只是我把什麼 我把圖片呢 把它變成全部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比如說像這裡 這不是有很多文字嗎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是一張大圖 但是呢 我要把它顯示在這裡 我就裁切到這邊 所以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齁 那這個其實以前簡報的時候我也有這樣用過齁 只是PREASE我第一次這樣用 我發現這樣也不錯啦 好 那我給你看一下囉 你看這邊齁 好 比如說我們看這一個 你看我把它按裁切 有沒有發現我還有很多其他的位置 有沒有 這樣你知道齁 所以我只是懶得 把一個一個的標題都變成什麼 一張圖片 我把它全部打在一張上面 然後去做裁切而已 這樣 OK 所以如果你上禮拜有來了 順便跟把這個技巧跟你分享一下 你也可以做個參考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齁 你看齁 我們現在呢 剛剛呢 我們提到了現在這次的主題 那麼現在要思考一下 到底你在做檔案管理的時候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有遇過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檔案會分散在不同的裝置裡面 不管你有幾台電腦 PC的也好 平板 手機 也沒有很多裝置 那你有可能 放在隨身碟也有可能 所以會不會你的檔案有時候存在那邊 有時候存在那裡 甚至有時候比如說你辦公室的 欸我放在這一台 然後回家我想要用啊 不行 抱歉 因為電腦在辦公室 對不對 你就不能用了 好 那所以這個是你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 你會遇到什麼 就算你這個人角兔有三夫 這裡放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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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會有什麼 版本同步的問題 對不對 這一個檔案 我放在什麼 辦公室的 放在家裡的 放在隨身碟的 到底哪一個 名字都一樣 但是搞不清楚哪一個是最新的 最後的方法就打開一起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檔案那個日期接近嘛 對不對 日期接近 所以怎麼辦 那檔案同步是不是也是很大問題 儲太多 很麻煩欸 有沒有 那邊要打 也邊要打 也不會放在啊 你只有一個人啊 所以這個時候檔案的同步就很重要 那檔案同步除了說跟雲端的以外 其實不同裝置之間直接同步也很重要啊 因為雲端的空間通常都不是很大 通常都不是很大 你要很大的可以付費 但這時候有的人就會考慮了 他喜歡拿來付費 哈哈 如果你願意付費 那當然空間可以大很多 可是相對的空間越大 你要付的錢就越多 欸 我問一下 請問你們的信箱 現在用的是幾G知道嗎 學校的啊 沒有空間限制嗎 哈哈 欸 其實我們等一下看喔 那個Gmail的話 如果您是用一般的一般性的帳號就直接申請了 它現在是15G 但是如果我們的學校 比如說那個網域喔 有用我們學校但是G沒有幫我們管理的 那一種是30G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喔 那所以 老實講也還算蠻夠的 也還算蠻夠的喔 那再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講系統備份的問題對不對 系統有可能會變慢 慢到無法接受的 或者是中毒 還是說中木馬啦 管他的 你就覺得現在跑起來比較慢了 已經會怎麼樣 如果還不會影響到你的工作 你可能覺得還好 反正就撐一下撐一下對不對 大家都很會撐嘛 欸 反正只要沒有掛掉 還是可以繼續跑 可是如果開機來給你10分鐘 你就可能會受不了對不對 開個東西要等著5、6分鐘 你可能就受不了 那所以系統的備份 怎麼樣讓他不要每次都從零開始 欸 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自己重新灌過系統 大部分都沒有對不對 因為都call out求救 欸 我要等到他要 請你來趕快重新用一下 但是也不見得他有辦法幫你恢復到最原始的 為什麼 因為有些屬於你自己的設定對不對 你還是要自己會設一下 不會的話他也很難幫你 老實要幫你 你要告訴他 那再來還有一個當然 這裡會考慮到我們剛剛講安全上的問題 如果你檔案是很重要的 那你到底要怎麼上鎖 蛤 有沒有買過保險箱 有叫到銀行的保險箱 放在那裡會不會掉 也有人會掉喔 電視上都有報導有沒有 有些東西放在裡面 貴重的放在裡面就會不見喔 那這個安全問題 除了說你個人檔案的一個問題以外 還有什麼放在雲端你也會有安全上的問題對不對 你有時候會害怕嘛 那所以到底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最後呢 如果說你通通放在雲端的 網路的速度 你也會擔心 萬一我現在真的要檔案 結果哇 網路掛掉了 那你也掛了嘛 對不對齁 所以你的本機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備份 然後呢 雲端上也有一個備份 那需要的時候我再做同步 這樣是不是就會比較好 那同步的時候有沒有必要 一定要全部一起同步 請問如果你有100G的資料 假設你有100G的資料 我現在不知道你們多少 假設你有100G的資料 我一開機就要同步100G嗎 等你下班了他還在做 要給你做料 對不對齁 所以其實我們手頭上的公尊 你資料可以很多 但是手頭上正在進行的專案 正在進行的這些資料 不見得會很多對不對 你有部分你會用到沒有說 但是真正目前有在用或即將要用到的 可能就是一部分而已 你應該沒事每天都把你的家當全部帶出來吧 為了怕放在家裡不完全 每天就背著有沒有 增加百萬然後就出來 上完班之後再背回去 你怎麼那麼久了 沒有嘛 你拿重要的而已對不對 要用到的 所以一樣的概念 我們電腦也是一樣 再來就是 請問你的檔案有沒有誤刪過 這款的事情我自己也幹過很多次 不小心 明明就叫手不要按下去 他就按下去 就很討厭 可以嗎 可是刪掉了怎麼辦 如果是程式還好 就重裝就好 可是檔案是你家裡 你要去拿回來說 你那有我的檔案嗎 比較難對不對 除非他那個檔案是跟你共用的 那所以這個你要怎麼把它救回來 這也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要背 背一下 那再來就是 請問你平常刪檔案的時候 你的習慣是怎麼樣呢 是直接丟垃圾桶 delete就好 還是會有加shift 你會丟垃圾桶還是直接上垃圾車的 蛤 不一樣喔 有按住shift 按delete 那是直接上垃圾車 不經過垃圾桶的 你按delete是放在垃圾桶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救還救的回來 所以以前我是習慣都比較好 都是按這個 可是後來我發現 這樣也不太好 因為有時候習慣太好 太乾淨了 用用打到那個東西不該刪的 這樣子 雖然要救 雖然你救的回來 但是總是步驟麻煩你 所以我現在都是按delete就好 等到你真正空間比較不夠的時候 我再去把它清掉 好再把它清掉 那當然這個習慣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所以這七個問題應該是我們目前 比較容易遇到就是 你在檔案管理上可能會遇到的對不對 好 那你了解這些問題之後 我們就先從這個Google的雲端硬碟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該怎麼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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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